哈喽朋友们 我是勇敢大林 今天早上终于把钢板买到了 我跟下个人两个人起的很早 然后去了一个 叫 新疆八钢专用钢板堂华去年的时候他在仁和 今年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其他的配件商店都没有开门 很巧 这个商店就开门了 所以就把它买回来了 我们就想在停车场的话 就地的话就修 所以说夏哥要准备很多东西 你去如果是那边 车部上有人修车的话你就不要着急回来了 可以晚上下班再过来修 不管怎么定买到了就 就好了 好吃吗 还行 这是凉皮吗 这个早上吃的话会不会胖 中午的那边 哦对 他不会碰到你他是老司机了 多少钱一份 10块 这个10块钱 那我是不舍的 早上是时候呢 夏哥把他的 修理部的千斤顶 还有各种工具都带过来了 其实想着准备下班以后 在停车场 原地就给修了 但是今天他特别忙 可能下班比较晚 晚上施工的话 照明不是很方便 而且 太阳一下山啊 哇塞会变得很冷 躺在地下确实是难搞 而且中途像这样的 配件什么的可能会缺少 来回跑的话 这里聚 人和快修厂也有 5公里吧 就不方便了 刚才夏哥给我打电话 叫我把这些工具 全部收掉 然后等会7点半的时候 他那边忙完 就把坦途车开到 他的 修理部去弄 这样的话 干起活的比较方便 那我就把工具全收掉 背图也放下来了 一会的话 收拾收拾 等待夏哥的呼喊 我们就出发了 估计很多朋友也会担心 跟阿琳一样比较爱车 像这样打铁件 在运输过程中啊 会把车子磨损 或者磕伤 挂花机都划不来 今天给你们分享个小办法 用保鲜膜给它缠上 这样就很安全了 既不会污染车辆 也不会刮伤车漆 放到哪都 都比较安全了 哎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我的行车状态 小明 这个车牛不牛 这个车很牛啊 看了吗朋友们没有进不老藏的车 只有进不老藏的人 一个电三轮 带着一个 小挂车 就不知道这样安不安全符不符合交通规则 好了 哈喽朋友们我们已经把车子开到下个的修理部了 但是现在这个 车子让我倒进来只开了一半屁股进来 我还没有问清楚 我还没有问清楚是什么意思 来我们看一下 车子的前头在外面 然后屁股进来了 跟上次的样子不一样 这次可能要出什么新的办法吧 车子这个坦头很重 这个坦头很重 估计是考虑到安全问题跟操作的方面 所以我们一会就知道了 开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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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度生 原来不是越打越硬 打得不太硬 这个小子去年的时候 就加固锅了 因为前面锅改锅被删了 小哥拿去刷断了 没有焊锅 用了一年了 实际还很好 不能说实际很好 是技术还很好 焊的好 小哥上次拆解人细了吗 拆得了 刚好这次拆下来检查一下 现在整个 钢板拆下来了 把整个拿出来 哇操 朋友们我们准备一片一片狗 先拆下来 装一个弄一个 装一个弄一个 现在的话 朋友 直播间的朋友也说 下个也说 拆一次不容易 最好加两片 那咱们就天人劝 吃饱饭 来次够出发 再去买啊 希望没关门 呃 加两片的话 就是多花200块钱 朋友们今天非常顺利 到那块 钢板唐宝的店已经关门 但打个电话 老板很愿意给我们 打开门 所以我们都买了两天 直接加 好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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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搞完以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我的天呐真是辛苦下隔了 来我们看看效果 这高度天呐 我怎么感觉加两片是多的 有点过于高了 而且他一高的话 整体车身向前倾斜 把前轮都压低了 先不玩了 先这样 哎呀饿了 先吃饭吧 吃饭吧